号角响起阿翔12日被拍到和女星 谢星当街热吻 两人婚外情震惊社会 他多年来爱妻爱子的暖男形象也随之破灭 就连亲自在镜头前对老婆BRACE道歉都无法直写 网红T妹对此在脸书发文表示不会错愕 加码爆料演艺圈内还有二对模范夫妻 老公私下带小三上酒店 带酒店妹出场的夸张行径 网红T妹在脸书粉丝团发文表示 每当演艺圈爆出外遇的消息 我真的无比淡定更不会错愕 自己很多朋友的脸书都在晒老婆和小孩 打造完美好爸爸形象 但私下在外有小三 包养 约炮 能力越好的人 这种偷偷来的事越多 他并说不够爱我 才会被抢走 这是事实 认为不被爱的原配 才有小三介入 做的不是外面的女人 而是夫妻之前已经有破口 并指出爱情中没有对错 T妹爆料 演艺圈中有二对经常一起上劫 目的模范夫妻 先生总是大谈自己超爱老婆 但是其中一位很爱带酒店妹出场 另一位甚至把小三一起带到酒店享乐 放闪灯秀五时还会特意支开小三 T妹说光我知道的就这两对没被爆出来 相信演艺圈更多 认为外人没事不用去提醒原配 因为可能会被认为多管闲事 或是害自己 被列入黑名单 正常没有人会管别人私生活 又有多少原配被蒙在鼓里了 T妹表示自己有能力养小孩 跟姐姐们狂欢 选择男人 认为事业有成的女人就会有自信美 目前心思都在自己和小孩身上 小孩比另一半重要多了 她并表示支持相爱的人在一起 如果我是原配 小三绝对不用跟我道歉 如果他们相爱很好 我100%给予祝福 欢迎加入社团分享